四十七集 木窝为奇 则完全处于 幽闭恐惧的心态之中 有一种 窒息感 这种感觉很正常 多经历几回就好了 楚言笑着说道 两位已经是知道 广阔这个词的 真正的含义的人了 现在 哪怕是穿上宇宙服 去外面的太空中散步 你们也会感觉狭窄的 这一切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窝为奇 扯开衣领 喘息着问楚言 我们进入了一个太空区域 这个区域中的空间维度 是四 就这么简单 我们把这个区域 叫做宇宙中的 四维碎块 可我们 现在是在三维中啊 四维空间 包含三维空间 就像三维 包含二维一样 要比喻的话 我们现在就处于 四维空间中的一张 三维的纸片上 是不是 这样一个模型 观一帆 有些激动 我们的三维宇宙 就是一大张保纸 一张 一百六十亿光年宽的保纸 这张纸上的某处 粘着一个小小的 四维肥皂泡 太妙了 管博士 楚颜兴奋的 一拍观一帆的肩膀 是他在十重中 搬了个跟斗 我一直在想一个 形象的比喻 你一下子就找到了 我们需要一个 宇宙学家 正是这样 我们现在就处于 这张三维大纸片上 并且在纸面上爬行 进入了那个肥皂泡 与纸面相交的区域 刚才我们从窍区点 离开了纸面 进入了肥皂泡的里面 刚才 虽然在四维里 但我们自身 还是三维的 摩窝围棋 补充了一句 是这样的 我们是飘到四维中去的 三维扁片人 巧区点 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三维宇宙这张纸 并不是处处平坦的 有些地方是弯曲着的 窍区到了四维中去 这个地方就叫窍区点 这是一些低维通向高维的通道 我们可以由这些点进入到四维空间 窍区点 很多吗 很多 到处都是 蓝色空间之所以能够早些发现这个四维的秘密 是因为我们的飞船上人多 所以 与窍区点 接触的机会也多 而外有引力号上人少 比较空旷 加上你们的心理真别很严格 有人遇到了 也不敢说出来 窍区点 都是这么大的吗 不 有的很大 我感到不解的是 曾经观察到 万有引力号后部的三分之一 都窍区到了四维中去 持续了好几分钟 你们居然都没有发现什么 飞船的后三分之一部分 一般没有人 啊 平时只有他一个 某窝围棋转向观一番 你经历过一次了对吧 我听威斯特说过 呃 当时半睡半醒了 后来听了那个白痴的话 我真以为是自己的心理欢觉呢 从三维空间是看不到四维的 但是从四维空间 能看到三维世界的一切 并且能对它产生作用 我们就是在四维的高度 伏击了水滴的 不管强弧作用力探测器 有多么的强大 它仍然是一个三维物体 现在看来 三维本身就意味着脆弱 从四维看去 它不过是一张展开的图纸而已 毫无防御能力 所以完全可以从四维接近它 也不需要知道它的原理 只需要在它的内部 啊 对四维来说就全都是外部了 随意破坏就行 三体世界也不知道四维碎块的事 现在看来应该是不知道的 肥皂泡 这个四维碎块有多大 在三维空间谈四维的大小 没有意义 我们只能说碎块 在三维的投影有多大 因为只进行了初步的探测 我们猜测 这个碎块的三维投影 是球形的 如果是这样 按目前探测的数据计算 它的半径 可能会在四十到五十个天文单位之间吧 与太阳系的大小差不多了啊 这时 三个人旁边舱壁上的那个圆洞 开始缓缓地移动了起来 同时还在慢慢地缩小 当圆洞移到距离它们十几米远处时 就完全消失了 但 漂浮在它们附近的信息窗口显示 又有两个新的窍区点 在蓝色空间号上出现了 三维宇宙中 怎么会出现四维碎块的呢 关一帆 沉吟着 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不是 这就是你的事了 自从发现了四维碎块的存在之后 蓝色空间号 就对这片空间进行了大量的探测研究 现在 万有引力号的加入 带来了更加先进的设备和技术 使得探测的范围和深度 扩大了 扩大了许多 在三维空间中 这片太空区域十分的空旷 看上去没什么异常 探测研究 探测研究主要在四维空间进行 在四维释方探测器 有很大的难度 大部分的探测研究 主要是通过天文望远镜 把望远镜通过窍区点送入四维 对周围的太空进行观察 在四维空间操纵三维仪器 需要一段时间的适应 当观测终于开始正常进行时 立刻就有了震撼的发现 中国史诗科幻 三条三条 三条正在播出 刘子欣援助 清雪制播 契鹅艾弹出品 望远镜发现了一个圆环状的物体 由于无法确定它与飞船的距离 也就无法测量其体积 估计 起三维直径 在八十至一百千米左右 环箍直径 直径约二十千米 像是一只太空魔剑 环箍上可以看到电路状的复杂结构 从外形上看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个物体是智慧体制造的 这是人类第一次直接观察到 两个世界之外的第三方宇宙文明 一个最令人震惊的事实是 魔剑是封闭的 它处于四维空间中 却没有呈现三维展开 它的内部完全不可见 这就意味着 它是一个四维物体 进入四维空间后 这是人们第一次见到四维实体 人们首先感到的是可能被攻击的恐惧 但是 魔剑的表面 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也没有探测到 它发出的点磁波 中微子和引力波信号 魔剑除了缓慢的自转之外 没有任何加速迹象 所以 初步判断 这可能是一座废墟 是被废弃已久的太空城 或是宇宙飞船 在接下来的观测中 在四维碎片的深处 发现了更多的不明物体 它们大小不一 形状各一 但都带有明显的智慧制造特征 有金字塔形的 十字形的 多边体框架结构等等 还有各种不规则的组合体 但明显都不是自然天体 望远镜能够分辨出形状的 这类物体 已经有十几个 在更远处 还有大量的 只能看出点桩的物体 总计 有上百个 通魔界一样 它们也没有任何活动的迹象 也没有发出任何 可以检测到的信号 它们还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封闭的 四围尸体 温一帆向楚延舰长提出 要驾驶一艘太空艇 去近距离地考察魔界 有可能的话 就进入它的内部 这个要求 被坚决拒绝了 因为 在四围空间航行 充满了危险 确定位置 需要四个坐标 而来自三围世界的设备 或是目测 都只能确定出 三个坐标来 这样 对于三围航行者来说 四围空间中的 任何一个物体的位置 都是不确定的 无论是使用仪器 还是目测 探险者都无法确定 魔界的方位和距离 有可能会突然撞上它 同时 在四围太空中 寻找返回的 翘取点 也是比较困难的 由于有一个 维度坐标 无法确定 如果发现 翘取点 则只能得知 它所在的方向 却无法确定距离 有时 翘取点 可能距太空艇很远 通过它返回三围时空后 就会落到距离 飞船 十分遥远的地方 另外 太空艇与飞船间 通信的点拨 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溢散到了第四个维度 导致信号很微弱 两者间联系很困难 接着 两艘飞船内部 在一天之内 同时遭到了六次 微陨石撞击 其中 蓝色空间号 聚变反应堆的 磁悬浮控制单元 被一颗直径 140纳米的微陨石击中 完全摧毁 这是飞船 最致命的关键系统 核聚变反应的小火球 温度高达百万度 能够气化任何材料 它是由磁场 悬浮在 宽大的反应舱的中心位置的 一旦控制单元失效 聚变火球就将从磁场中逃逸 可能会在瞬间烧穿舰蹄 好在 荣渝单元 及时投入 关闭了处于最低功率状态运行的反应堆 没有造成更大的灾难 随着向四维碎块内部的深入 微陨石的密度明显增大了 同时还观测到了肉眼可见的大陨石 从飞船附近掠过 它们与飞船的相对速度 是第三宇宙速度的几倍 在三维太空中 飞船的关键部位都有层层的保护 可以抵挡这些陨石的撞击 但是现在 它们完全暴露在了四维当中 没有任何防护能力 出言决定 让两艘飞船立刻退出四维碎块 碎块在整体上 有一个远离太阳系的速度 与飞船的航行速度方向相同 所以 尽管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 飞离太阳系的速度很快 但是 它们与四维碎块间的相对速度很小 两箭只是慢慢地追上了碎块 目前 也只深入了很短的距离 减速 退出它 也很容易 但是 关一帆 却对这个决定 暴跳如雷 宇宙最大的秘密就在眼前 这里可能隐藏着宇宙学 这一切问题的答案 我们怎么能听开 你是说三鱼三十万综合征吗 四维碎块 真让我想到了它 即使从现实考虑 我们也可能从那个圆环废剧当中 得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但是 这一切的前提 是要生存下去 现在 两件随时面临着毁灭 关一帆 叹息着摇摇头 那好吧 离开前 请让我乘太空艇 去探测一下墨剑 你不是谈生存吗 给我一次机会吧 也许 我们以后的生存 会取决于我这一次的发现 可以考虑发射 无人探测器 在四维世界 只有亲眼看到 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你应该比我清楚 经过两件指挥层 短暂的商议后 关一帆的提议 被批准了 并为此组成了一支 三人探险队 除了关一帆之外 还有卓文上尉 和威斯特医生 卓文 是蓝色空间号上的 科学军官 有着比较丰富的 四维空间航行经验 威斯特医生 则是自己坚决要求加入的 被批准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 他在启航前 有过研究三体语言学的经历 人类曾经在四维空间 进行过的最长的航行 是蓝色空间号 对水滴和万有引力号的袭击 当时 曾用太空艇通过四维 接近万有引力号 首先 把包括朴义军少校在内的三个人 通过窍区点送入飞船 进行侦察 然后 分三匹 把六十多名陆战队员 从四维投放到了飞船中 对水滴的攻击 则使用了小一些的太空穿梭机 但是这一次 对魔戒的探险航程 则远得多 这艘太空艇 从位于两艘飞船之间的一个窍区点 进入了四维 在出发探险的三个人身后 太空间小型发动机的核聚变火球 在燃烧 随着功率的增加 由暗红色变成了幽蓝色 与两艘飞船的聚变堆中的两个大火球一起 照亮了这个并列展开的无穷世界 这个世界 属于蓝色空间号和万有引力号的部分 再快速地离去 溅入太空深处后 高维空间感更加的强烈 维斯特医生虽然已经两次进入四维 仍然不由地赞叹 什么样的心灵才能把握这样的世界啊 卓文上位 在驾驶太空艇时 使用目光跟踪鼠标或语音控制 一般不动手 以免触碰到暴露的敏感部件 这时 魔戒用肉眼望去 仍是一个隐约可见的小点儿 但是 它仍然谨慎地 让太空艇在很低的速度上行驶着 由于空间中多出来的 那个不可测度的维度 视觉看到的距离 是完全不可靠的 魔戒 可能仍然远在一个天文单位之外 也可能 已经 近在眼前